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年红 两位选手 最后一个抉择 马俊强 张玉凤 你这一套太关键了 这个场面我真的是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选择了 上次他好吗 最不悬念的结局 终不容错过的开年盛会 有今外郎冠名播出的 李源春2011全国细腻擂台赛 年终半决赛 圆梦金色大厅 《许多亨人》 感谢新疆的开年盛 李宗盛 mentally 李宗盛 李宗盛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家 欢迎光 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金麦郎冠名播出的李渊春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将正式迎来 2011全国细谜擂台赛 年终总决赛的半决赛 我是您的好朋友朱冰 我是关峰 欢迎大家的光临 那每次我们在天头当中的 看到的那个小生和轻衣 其实呢 是我们两个人客串的 我还记得那天呢 老师给我掉煤贴病 茶碗水沙等一系列工程完工之后啊 我都不认识自己了 而这短短十几秒的镜头 我们两个人应是耗费了一天的时间 而我们两个人 这个一系列不太标准的动作 其实呢 也是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你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体验 没有想到竟然是如此之难 现在想想看 我们一年当中有无数的选手 为了这个舞台 为了自己心中的吸取理想 不知道要付出多少倍的牺牲和代价 在这里我建议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响起最热情的掌声 来感谢他们为这个舞台 所带来的生动与精彩 谢谢 谢谢大家 那今天呢是半决赛 一共有十位选手呢走上了这个舞台 他们都是从上千名选手当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但是晋级总决赛的名额呢只有两个 我们从这些数字当中啊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比赛相当的精彩 我们也期待着每一位选手有精彩的表现 那比赛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还是要来认识一下光临现场的各位评委 著名戏剧评论家清华老师 欢迎清华老师 国家一级演员王宽 欢迎 国家一级演员樊平 欢迎 国家一级演员百青 欢迎 国家一级演员心爱 欢迎 欢迎欢迎各位 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掌声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一位选手出场了 我们掌声 欢迎他 有请 范盛南 今年呢只有19岁 范盛南告诉我们你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那时候多大 十岁 十岁啊 那时候参加的是少儿那台赛 今年已经19岁了 九年过去了 等于说是伴随着我们的节目长大的 对 那时候唱的我记得是乐调对吧 是 那现在呢 唱玉剧 怎么又换剧种了呢 因为后来嗓子变声了嘛 变声了从乐调转到玉剧了 是 好 加油了 有请 有请 双息归低 范苗琴啊 娘的恩情 碧海神 你为我 为座新娘 嫌妇 你为我 家坑人物 你为我 你为我 家坑人物 让我慌啊 你为我呀 你为我感情受她 草醉了喜 娘啊 娘 不是前生上前生 什么海人怎忘 杨玉人 什么人好的家家上此情 我的娘啊 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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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怎能与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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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粒 你 非 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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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一号范盛南 好 感觉今天自己发挥的怎么样 一般般 一般般 那看看现场的观众怎么评价的 我们来为他打分 好 范盛南最后他的得分呢是4090分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待会儿见 这是观众的分数 好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2号选手 他的名字叫李海水 有请 有请 李海水今年是68岁 李海水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来 握握手握手 一看到李海水我就想乐 高兴啊 因为他的职业也特别好 给人说梅 当代红娘 啊 这从上次比赛回去之后啊 这又给别人说梅了梅 说成几个 又结婚十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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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好家伙 你这成功率特别特别高啊 是 差不多 差不多 有眼光 回去之后是不是名气也高了 回去之后是不是名气也高了 回家来哄招都是 完全都招过去了都 外地人都找你说梅 你这梅又说成了十对了 你这唱戏的水平有没有长进来 唱戏也短两的 也不得了唱啊 地下 可地下也不得了短两 就不停地唱 不断地唱是不是 那今天要唱什么 春秋北 小达达出门来江头地下 还是反串啊 好 你掌声鼓励一下吧 有请 有请 小达达出门来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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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 我觉得其实要是当代红娘的话 这个口才一定要好 接下来你看我们现场的观众要给你打分了 怎么样给自己拉拉票吧 想给大家说什么 现在就开始拉业务了 有需要的吗 有需要的举手 有需要的到后台找海水大叔 好 接下来要为林海水来打分了 好 请打分 林海水的最后得分是3620分 谢谢 好 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请出的是三号选手 他的名字叫马俊霞 有请 你好 马俊霞又见面了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在晋级赛的时候唱的反串 今天的现场还要唱反串 还要唱反串 我妈妈最喜欢的 探音商弦段 福大宋金花一中心赤胆 俊霞是来自河北邯郸 河北邯郸的 远道而来的 那希望你今天有一个好的表现了 好吗 加油 刚才她说了 她今天演唱的是妈妈最喜欢听的戏 妈妈这时候没准就在电视机前呢 好 加油 有请 福大宋金花一 金花一 中心 吐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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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往城河马汉 掌龙照护江思源 扑送扑船云上 我却到广乡台 自己观看 一战争迎风搜搜 迎风搜搜不看 我朝着西方望连夜 担着江大威风小鬼盘 对着回魂朝一边 相声的所处的脸 哗哗啦啦好悲惨啦 好悲惨啦 好悲惨啦 谢谢马俊霞 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一个老包 谢谢您 这个单屏声音想象不到 是从他的口中发出来的 反差极大呀 反差特别大 好 我们现在来为马俊霞打打分 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做好准备 请打分 十秒钟的时间 好 好 马俊霞 观众给出的分数是4170分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马俊霞 好 我们继续 有请下一位 她的名字叫唐满意 有请 有请 唐满意 开始回到我们李渊春的舞台上 满意好 满意好 大家就满意了 怎么才能满意呢 要展示的好 最近有没有学什么新的绝技 学了在后边的 在后边的 唐满意今年26岁 和我们是同行 是演示器电视台的一名职工 他反差极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他外表五大三粗的 但人家声音特别细 要唱什么 大家一听就知道了 今天带来什么唱段 唱一段 小鹤结婚 清零零水来 蓝银零天 唱小琴 这就来了 好 掌声有请 千年叮零地水来 小鹤结婚 笑起我心的那边 干杯喝 都谢你 去开冰冰会呀 他说是他 他说是天天 拽我一块 先生我也等啊 口声我也喊啊 他也在谷底 我也就不满 我发现了 现在很多观众朋友 惊诧的表现 现在还没收回去呢 大家都在想 这小琴长这体型的二黑哥哥 得长成什么样才能结婚呀 我觉得大家现在还是表示怀疑 是不是后边有人配唱 怎么着 你这声音从哪发出来的呀 那我给大家轻唱一个好不好 轻唱两句 对 到底是不是你唱的 清零零的水浪海 爱你莹莹的天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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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听他演唱的 闭上眼睛 对对对 咱只听 咱只听 别看 好 那大家对满意的表演 满意不满意呢 请打分 请打分 好 还有六秒钟的时间 三 二 一 好 四号选手唐满意 观众给出的分数是 4610分 满意 你满意这个分数吗 特别满意 那待会儿见好吗 好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选手 他的名字叫冯庆慧 有请 有请 你好 庆慧 庆慧好 好 握握手 谢谢您 你好 你好 庆慧 今天的现场呢 我觉得 和之前的这样一个比赛 这种紧张感 我觉得又不一样了 因为今天 开场我们就说了 十名选手 晋级的只有两位 好 来 开始 有请 此荒王夫人 至少打算 你 还要 比赛 你 啊 你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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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山仙怀呢 我 小猫城啊 啊 哈哈哈哈 一往心碎呀 相容 心潮涌 看天照明等琴帕 好 威风 这多亏 少年眼角 功夫生啊 也应该能分发 孤独 对 琴的 更细那 妄想也 你问多些重 他命我今天 俗世 写才能 我下座 应得 龙兴兮 宋王爷 收开了尽头 把我来封了 好 很之很恩 我哪儿嫂 心不张 多年来对我其实 有情意里 仅仅前夜空有点 难得中 更不来爱才行 下去 死圈 死圈让欺入零如的 黔天 怎能够不暇寻许 任何无心 我可愿嫌 鼓励 谈酒精啊 糖花茶啊 本行为给我 你不容啊 好 谢谢冯庆慧 冯庆慧是拜金荣老师忠实的粉丝 而且我知道庆慧好像最近 在努力地学习要考大学了 是的 是这样吧 是的 加油 祝你成功 好 接下来我们就为庆慧来打分 请打分 十秒钟的时间 五号选手冯庆慧 观众给出的分数是3870分 好 谢谢庆慧 我们来回来 好 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是哪一位选手呢 我们广告之后马上见 新年红 两位选手 最后一个抉择 马俊霞 郁芳 你这时候太关键了 这个场面我真的是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选择了 让赐他好吗 最不悬念的结局 就不容错过的开年盛会 有今外郎冠名播出的 黎元春2011全国细腻擂台赛 年终半决赛 人望金色大厅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金麦郎冠名播出的 黎元春的演播现场 今天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是 2011全国细腻擂台赛 年终总决赛的首场半决赛 那接下来的比赛继续进行 我们有请下一位杨鹏飞出场 欢迎杨鹏飞 欢迎杨鹏飞 一路走来我觉得真的是挺幸运的 刚才已经展示过有一个反串了 和你体型也是反差极大的一位 有信心挑战他吗 有信心 有信心 要唱哪段 今天呢为大家演唱一段 国都遗恨选段 一声羊叫的我心酸振振 好 加油 好 有请 一声羊叫的我心酸振振 一声羊叫的我心酸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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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梁鹏飞演唱得怎么样呢 请分数来告诉我们 请打分 好 6号选手杨鹏飞 观众给出的分数是3800分 好 谢谢鹏飞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选手 他的名字叫石万超 有请 您好 非常高兴 再次见到您 一路走来特别的不容易 今年应该是72岁了 是吧 是我们半决赛十位选手当中 年龄最长的一位了 他特别特别喜欢的是马琪老师的戏 而且私下里好像有人管他叫二马琪 说明这个神寺啊 您今天这个演唱的是什么呢 石泰军平时对国事为主 哦 老先生您看 我觉得您今年已经是72岁高龄了 那我们一共有十位选手 但是晋级总决赛的 刚才也告诉大家 只有两个名额 您对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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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晋级就行 对 反正是尽自己力量 就是唱得好一点 就大家心里满一点 都脱了 好 有请 说明信 那我们启动 我们今时起 新春当中 马琪说明镜 他梵上 他梵上 有点 我们中心 他梦上 他梦补 他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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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笑一大 始终有莹记 年老人死了儿 某家的火也伤 咱来吊笑 杨红药传言 咱要往里见 她要往外光 腿又腿 往又往 腿腿往往不浪血 又说仰扑装 又说是鸭鸟伤 见面后桑马晃亮亮又圆灯冷 这里边还有个最大的毛病 海军筑外船笑 一套大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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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他们有一八重来 unplug 我仅要 我最认其好的 我请 好 来就刚才的这个唱歌 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来给他打大分 好 请打分 好 七号选手十万超 观众给出的分数是3760分 好 谢谢您 我们待会儿见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选手 他的名字叫王玉凤 有请 你好 很漂亮啊 王玉凤今年22岁 对 而且很早很早以前 就登上过黎元春的那台 哪一年 是02年的时候 那时候你多大啊 那时候11岁了 也是少儿那台赛啊 对啊 一路走来 那时候是得了什么样的奖项 那时候得的是 02年的全年类主总决赛 少儿童奖 童奖 我觉得要是我的话 得了个少儿童奖 就这就可以了 就不错了 我们要不断地进步啊 又来夺我们的成人组的类主奖啊 这个成人组 你自己有没有这个预期目标 想打一个什么样的 童奖啊 金奖啊 肯定想把金奖拿回家 我就是感觉能在大家面前 在露露相 然后让我的亲人能看到我 就很满意 就是还是喜欢这个舞台 对 我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 喜欢我 看她的状态也是非常的放松的 那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唱段 今天为大家唱的是 玉剧秀花女传奇选段 老爹爹求你英灵慢慢行 好 来加油 有请 开始吧 老爹爹 求你 我成为了 我满满 满满心 请你 给你爸爸 啊 说呀 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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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爱 追击 来 变高 爱 变 变 多 苦 香 雪 不但 无 女 爱 无 啊 啊 啊 我 已 枪 无 水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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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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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是因为实力太炕盛啊 接下来我们就请观众 来为王玉凤打分 请打分 好 八号选手 王玉凤 观众给出的分数是4030分 谢谢 谢谢玉凤 待会儿见 好 有请下一位选手 她的名字叫刘辉 有请 刘辉 你好 又是一位大学生朋友 在巴基斯坦留学 对吧 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 对她已经很熟悉了 还是用巴基斯坦的这个语言 阿拉伯语言是吧 应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的 好 他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好 别乱翻译 说的什么 给大家解释 我的意思是评论老师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再说一段拜年的话吧 快过年了 拜年的话 还没学呢 那是大四的是吧 好 这回去这一段时间 又没有学新系呢 学了一段 今天要展示吗 对 好 哪一段 唐喜诚老师的曲员 曲员 对 南国的橘子树 英姿豪迈 我们就听一听了 这有难度的 有难度 我建议 有机会的话 用这个巴基斯坦的语言 学一段 欲句 唱一唱 我觉得挺有味道的 行 好的 好 咱们开始吧 来 学请 来 学请 爱 爱 爱 好 黄学 爱 好 黄学听得住 好 黄学听得住 点击轮胎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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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怀肩膀 明知相安长生死之不外 心怀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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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刘辉的演唱 好 接下来我们就请现场的观众 为刘辉打分 请打分 9号选手刘辉 观众给出的分数是4180分 谢谢 好 谢谢 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位选手出场 她的名字叫张小燕 有请 有请 你好 小燕 你好 小燕 你好 我们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你好 你好 小燕的经历呢 可以说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就是因为戏曲改变了她的心情 改变了她的生活 乃至于改变了她的命运 而且小燕我知道她平常是做这个真知生意的 心灵手巧 今天这身行头也是自己做的吗 对 这些行李都是自己在家里用布来聘做的 看了电视屏幕以后 就从网上掉的 尤其是这几年呢 我就在这个三四年的瘫痪中 喜欢唱戏一直没有停下来 喜欢唱小长宝 还有无穷花 记得无穷花的戏词里有这么一句话 打不死的无穷花我还活在人间 要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 我告诉大家一个背景 其实小燕当时是患了一种病 癱瘫了 癱瘫之后就坐轮椅 最后硬是唱戏把自己给唱好了 我觉得这种精神就值得我们敬佩 张小燕来自山西省运城市 今天要为大家演唱的是什么剧种 我今天为大家学唱一段 《知取微护山 小长宝玄段》 是秦江 希望河南的人民给我提出宝贵意见 同时支持我 好 我们河南的观众用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我们山西来的选手 有请 谢谢 河南的观众用最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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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的观众用最烈的掌声 河南的观众用最热烈的掌声 河南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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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看着身上出太阳 只看着人在人前把握架 只看着在华乐乐与爱座 只看 抗起八年学买章 恨不能上四方 只猎枪飞上 散当 撒金 残满 谢谢张晓燕声情并茂的演唱 你看生活当中张晓燕是心灵手巧 舞台上她是唱表并重 能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呢 请打分 10号选手张晓燕 观众给出的分数是3940分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有请所有的选手回到舞台上来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舞台上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 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 各位观众给他们打分以后的排名情况 好 来看一看观众打分之后的排名 好 排在第一位的是4号选手 唐满意4610分 我们这个分数就不再一一地念了 因为这个观众打分之后的排名 待会儿呢 我们还要再加上五位专家评委的打分 最后一名呢将被淘汰 好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五位评委的打分 非常非常的关键 那么每位评委呢有三票的权利 每一票是300分的分值 首先有请的是金华老师 金华老师您的三票支持的是马俊霞 为马俊霞加上300分 唐满意 为唐满意加上300分 还有一位王玉凤 为王玉凤加上300分 王宽老师您的选择是 马俊霞 为马俊霞加上300分 唐满意 为唐满意加上300分 另外一位王玉凤 为王玉凤再加300分 我们来看看樊平平为您的选择 马俊霞 唐满意 王玉凤 同样的观点 同样的观点 为马俊霞 唐满意 和王玉凤 分别加上300分 百清评委您的选择呢 唐满意 马俊霞 和刘辉 为唐满意 马俊霞 刘辉 分别加上300分 亲爱评委 您的选择是 唐满意 马俊霞 刘辉 为唐满意 马俊霞 刘辉 分别加上300分 来看一下现在的排名 现在的排名 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我们的四号选手 唐满意 我们说看看最后一位 最后一位会是谁呢 大家都回答 海水大叔您说什么 我说我吧 最后一位 你咋正正 你是 我都正 为什么呢 你这么没自信 不是你 看一下 你回头看一下 最后的得分呢 是3620分 稍微欠那么一点点 就要离开这个舞台了 其实还是希望你 能够继续这种坚守 戏曲道路的这样一种梦想 我觉得海水大叔的心态特别好 他性格好 没事没事 我回去继续给人家说明 再次掌声来送给你海水 来的精彩和快乐 好 谢谢你 再见 祝您永远健康 谢谢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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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鼓励一下好吗 谢谢 好的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 分组的挑战赛 那么挑战赛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来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新年红 两位选手 最后一个抉择 马俊霞 预报 你这一套太关键了 这个场面 我真的是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选择了 造次他好吗 最不悬念的结局 终不容错过的开年盛会 有机脉狼冠名播出的 林元春2011全国细腻擂台赛 年终半决赛 圆梦 金色大厅 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由金麦郎冠名播出的 林元春的演播现场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2011全国细谜擂台赛 年终总决赛的首场半决赛 现在我们的舞台上只剩下9位选手了 第二轮比赛就要进行的是1对1的角逐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屏 好 看看他们的排名情况 现在很容易就分出来了 前五位是唐满 易马俊霞 王玉凤 刘辉和范盛南 那么张小燕 冯庆慧 杨鹏飞和石万超呢 是第二组 好 那接下来就直接就分成两个组 后一组的张小燕 首先要作为挑战者 来挑战我们之前的五位 张小燕 张小燕请出列 来 有请 好 这个挑战赛呢 很有意思 首位出场其实也蛮好的 你看有这么多 你尽可能地来选择一位 你想和他对垒的选手 选择一位 这几位忽视眈眈 很难角逐啊 因为这轮要决定谁去谁留了 有没有主动要站出来的 你看看 大家都很积极啊 刘辉吧 刘辉 选择刘辉是吧 来 有请 小燕为什么要选择刘辉 刘辉刚才就举手了 为什么选刘辉 刘辉举手了 好多人都举手了 我第一看见刘辉举手 抢答 刘辉 你唱什么这轮 选择什么唱段 我下面为大家学唱一段 雪剑无纱选段 风潇潇 马生思鸣 古道上 第一组的挑战赛开始 欢迎刘辉与你唱歌 汪叫为让臣颖天的寒光 竟随枯析一天 不不了向他父子 把命多好日圆 不能过去天 阿猫阿猫 阿比鲁鲁王 只怕 只怕菩萨可怜我 花去挤在血汗前 捐下每看糗人菜 未必送钱赎罪言为神母 醉孽一首 我愿为抓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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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统一亮牌我们来看看各位的选择 好 我看看有四位支持刘辉的评委 为刘辉加上1200分 还有一位支持张晓燕 为张晓燕加上300分 来看一下最后的总成绩 好 最后的情况 刘辉5200分胜出 好 祝贺刘辉可以晋级下一轮的比赛 好 小燕就带定 小燕还有机会 不要着急 带定 谢谢两位 好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的挑战者 下一位挑战者呢 是冯庆慧 我们欢迎她 好 你是来做挑战的 你看场上还有四位 你来选择一位和你对垒 就像刚才的规则是一样的 谁 我选择 马俊霞 马俊霞 你们两位有没有站在一起过过去 都是反串 他反串的是老包 欢迎 马俊霞 小老包 小老包 老包 小老包 大老包 小老包 这俩人站在一块可有意思了 对呀 你要唱什么 还是唱小包公吗 对 我还是唱小包公 哪一段 唱《遇着相言》一段 唱家住安徽 卢州府 小包公 对阵大包公 你要为大家演唱的是什么 我给大家换换口味 唱一段 刘仲霞老师的 打精致选段 老黄兄 您就慢着些吧 你不唱老包了这次 我换段子了 对 我让大家 再换一下口味嘛 好 那比赛开始了 来 开始吧 我换个早日 下转回 十三十一条 下宝存上 有我的懒情哪 有我的门青哪 啊 天天宝珍 下转回 温柔佛服 下宝存上 啊 如果我有男士 他说来个年轮是死罪几个心 来 求你 我与贼子交过来的沿途切草到的京城 谁是王子扩成了神德州 哪有谁的强调电梯 发病大伤 月月有意 明才到 对此贪三长大头 我赶紧 演出人给我 要烦恼 无奈何美是来的 打几首 行与想与 把我来为我举举说的 嘻嘻嘻 啊 老黄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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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 为四十字子都好 这首鸡 快儿年有 太子情呀 夫妻们争吵 可是常有的呀 红昂儿归在了 请乱点灭下 请说网友的歌啊 下呀风光的指 这公里 公外 公里 公外 上的霞点 人一群都哪有趣事 我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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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潮里问何啊 啊 我 啊 是呀 你居住的一步 很难 踏板子 天啊 谢谢 谢谢两位的演唱 请观众来打分 两个人都是反串 今天晚上反串居多 你看多少反串 是 男的反串 女的女的都反串男的 好 那现在为两位打打分 先让观众们们走好准备 首先我们要为冯庆慧来打分 请打分 五号选手冯庆慧 观众给出的分数是3770分 为三号选手马俊霞来打分 请打分 好 三号选手马俊霞 观众给出的分数是3360分 好 请各位评委亮分 请亮牌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支持情况 所有的选手把票 都投给了马俊霞 为马俊霞加上1500分 来看一下总成绩 总成绩 马俊霞4860分胜出 好 如何马俊霞 可以晋级下一轮的比赛 好 也谢谢冯庆慧 谢谢 还有机会 冯庆慧待定 谢谢 有请杨鹏飞 好 鹏飞 你好 刚才考验的是唱功 现在考验的是眼力 来 看一看 你会选择谁和你同台最累 估计早就想好了 我选范盛南吧 范盛南 选择范盛南 好 请 为什么选择他呢 因为感觉 年龄相仿 对 我们两个年龄差不多 已经延续二十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 三盛南间十九岁 小妹妹 鹏飞这一轮一定还是反串 还是反串 盛南呢 我演唱老段 薛日记选段 自从海尔立家园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谢谢 平复一下心情 不要紧张 鹏飞你是哪一出 我为大家演唱一段 绿萨相思记选段 当初她甜言蜜语 将我骗 好 加油 好 开始吧 打初她甜言蜜语 将我骗 打初她甜言蜜语 打初她甜言蜜语 我为她恋语笑蜜 造火岗 我为她偷吃荒蜜 如初宿佛 我为她恍惑我与生云浪 我为她恋慌激瘦 为她恋慌激瘦 为她恋慌激瘦 我为她恋慌激瘦 啊 检子 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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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爱 哦 海尔尼 李佳余安安安 为你往事陪伦 我阿兴杰万无命 我阿兴杰万无命 那一天的安城 起陪陪安安安 安安安 娘 娘 我阿兴杰万无命 那一夜不得恩情 我阿兴杰万无命 阿兴杰万无命 阿兴杰万无命 阿兴杰万无干净 叶 叶 哎呀 哎呀 又烈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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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峰啊 你发现每个两个人的实力不相上下 不相上下 这样我 很难抉择 我们听听他们自己感觉好不好 嗯 你觉得这一轮当中你俩谁能胜出 他唱 你觉得呢 彭飞 我觉得都唱的都都好 好 这就很难 既然这样我们还是要看看现场所有的观众的打分情况了哈 首先来给 杨彭飞 打分 请打分 好 六号选手杨彭飞观众给出的分数是三千五百六十分 接下来我们要为一号选手范盛南来打分 好 一号选手范盛南 观众给出的分数是三千八百九十分 请各位评委老师亮牌 请亮牌 有四位评委支持杨彭飞 为杨彭飞加上一千二百分 一位评委支持范盛南 为范盛南加上三百分 来看看最后的分数 杨彭飞四千七百六十分胜出 晋级下一轮比赛 好 祝贺杨彭飞 盛南待定 待会儿见 好 接下来我们的挑战方呢 只有一位石万超老先生了 好 接下来 两位 你看一看 您到前面来 等一下等一下 这样 您先看着 先别着急 先别着急 你怎么直接就上来了 你先选着 咱先看一段广告 广告会来 你再给大家答案好不好 好 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新年号 两位选手 最后一个抉择 马俊强 郁峰 有点控制不住自己 这个场面我真的是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选择了 告诉他好吗 最不悬念的结局 终不容错过的开年盛会 有金麦郎冠名播出的 黎元春2011全国细米擂台赛 年终半决赛 圆梦金色大厅 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由金麦郎冠名播出的 黎元春的演播现场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11全国细米擂台赛 年终总决赛的首场半决赛 刚才施老先生告诉我 越到这个时候就越紧张 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了 这二选一好选了 怎么样啊 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多 咱们调头俩来 我调他 你调他 为啥调他 他也很棒 他的身体才棒 身体 这跟身体有什么关系 你别看他瘦弱 他唱起戏来实力非常的强 有没有信心啊老爷子 哎呀我个家的时候我个先生都说 我说这回我给你整个网网 我也拿点哪个 我不去你去 你给大家演唱什么唱段这一轮 唱九零九主 九零九主 好的 我们来看看玉凤 你的选择唱段是什么 我下面给大家唱的是 《泪撒相思地》选段 千回万错而招任 好那我们就为他们两位 家加油 好比赛开始了 有请 tenant 一头看来光顺了 万岁的爱情 一辈是可可有命的 两可过来 为我承见了你谁呀 破坚啊 守望无那世界 有头黄脑一点也往心 其实胸又胸啊 破坚是爱声叹气的三下四 哎呀呀变成一个小万童啊 千回万博 以外向前 你望不见 不见 您的爱情 您的爱情 也不见 少年少年去 夜天一步手劫 千辛万不仍有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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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世一花 少年少少 只爱人回报 我一年少年 我一年少年 你一年百好 哪个与你帮 百年如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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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与你陪吗 百哀笑 她车幻塞 送尽 飞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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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你一老一少 谁会得到大家的认可呢 你们两位演唱呢 也把我们现场的气氛 制造得那么紧张 好紧张啊 好 那现在我们现场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做好准备 首先来为十万超老先生来打打分 请打分 好 7号选手十万超 观众给出的分数是3630分 为8号选手王玉凤打分 请打分 8号选手王玉凤观众给出的分数是3880分 请各位专家评委亮牌 起亮牌 我们来看一下三位评 四位评委 四位评委支持的是王玉凤 为王玉凤加上1200分 有一位评委支持十万超 为十万超加上300分 来看一下他们的总成绩 5080分 王玉凤胜出 晋级下一轮比赛 祝贺你 十万超老先生 您记住带定席 请所有的选手回到舞台上来 刚才大家发现了 还有一位选手没有人选择他 就是他满意 因为十万超老先生刚才说了 现在块太大了 人家实力强 没人敢选他 所以他就轮空了 就可以直接晋级下一轮的比赛 对 带定选手 我们来看看都是谁 我们来看看 张晓燕 十万超 冯庆慧 和范盛南 现在这四位当中呢 还有一个晋级名额 那这个权力呢 将要交由我们现场的各位评委 你们进行合议以后 来 选择一位 你们认为实力最强的 你们最看好的选手 请各位评委 请各位评委合议 来 推选一位 我们晋级的选手 好 他唱得也好 唱也很纯净 而且四平调的我们全省 只剩一个团了 这个振兴的希望 在他们身上 这个年轻人唱得不错 我们赞成你 好 谢谢 也祝贺冯庆慧 可以晋级下一轮的比赛 祝贺冯庆慧 也谢谢你们三位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谢谢你们 好 谢谢 再见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这一期节目 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那下周同一时间呢 依然是我们的半决赛 那究竟谁会闯进我们的总决赛呢 有两个名额 到时就会花落谁家呢 我们是米代 好 朋友们 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